歡迎回到第二節的民國人見味的節目 上半節說宋美玲在人生中處處都是受到基督教信仰的影響 不單只是影響到他自己 而且他的信仰也影響到後來他和蔣宗正的婚姻 說實話蔣宗正他本身是一個受到傳統思想分圖非常之重的人 你可以說他是一個已經去到一個迂腐的狀態 當然這個迂腐不是一個很貶義的說他好像孔月己色的人物 而是他是遊合了很多方面的矛盾思想 一方面他是很追求一個自由的 所以對於這個梅卓之然的婚姻他不是很理睬的 即是他袁佩夫人福梅 雖然幫他彈下了經國先生 但他也是對於這個婚姻是不理不睬 他向往追求自己的自由 但另一方面他對於傳統的一些所謂黃陽明的心學 他是相當之體重的 有哪一方面可以看到呢 例如他寫這個日記 也就是我們後來所看到的掌公日記 他寫這本日記他並不是說要 他預了有一天他會被人看到 即是好像馮玉祥日記那些 寫完第二天就登去他的報紙 給他的官兵看 給他的客戶的百姓去看 他不是這樣的 他只不過是一個私人的紀錄 但是這個紀錄正正就是黃陽明的一個 即是深學裡面所說的一個 格物和致資的其中一環 即是一個修行的其中一環 第二就是他很著重 日本人傳統的武士軍運 所以他對他的下屬相當之苛刻 如果戰敗的話 最好你就是殺生成人 如果不是的話 你會軍法處置 那樣子 作為一個這麼傳統的人 而且他一開始是信仰佛教 或者這樣說 他應該是信仰的 是一個中國傳統民間裡面 儒教和佛教的混合體 但是去到當他遇到這個 宋美玲的時候 就出現了一些變化了 因為宋家是相當反對 蔣宗正和宋美玲交往的 甚至當時蔣宗正和孫中山 他去表達希望促成這宗婚事的時候 孫中山勸他 兄弟你想清楚 否則宋家那些人很難搞 以現在的角度來說 現在的流行術語就是 每個人都是爺爺 最好你就小心一點 但是蔣宗正也是很熱烈地去追求宋美玲 很多人就說他是一個政治的盤算 也有人就說他是真心去愛宋美玲 例如張蓉就在他那本書裡面說 他比較宋中山和蔣宗正兩個人 他就說孫中山是一個送慶寧眼中的偉人 但是是一個絕對不合格的丈夫 但是蔣宗正就是一個非常體貼的丈夫 Simon 你對這一方面有什麼看法呢 剛才你說到蔣介石的人生信仰 現在我們在台灣 反而是有比較珍切的體會 那種的fusion 即今時今日台灣的文化 正正是夾襲了這幾樣東西 中國傳統的文明 一些基督教的價值觀 也都是有很明顯的日本人統治的色彩 再加上在現在的政局 就是一個民主的政體 這幾樣東西夾在一起 是很獨一無二的 你說到蔣介石他小時候的信仰 去到他結婚之後 信仰開始改變 又再加上在日本留學得到的一些教育 還有他晚年在台灣 所作出一些種種的compromise 因為冷靜的格局 這些全部在今日台灣的生活 都可以遇到 例如說台灣人跟你說話 是很有日本的感覺 我經常覺得他們不會當面拒絕 日文經常都是這樣的 他們的日文是不會有什麼直接 很普通的不行 但通常他什麼 做一輪之後 你就會明白他在說什麼 例如台灣的國語 是用日文文法的 我經常有這樣的感覺 你不可以在表面說的話 而看它的本音 又好像在裡面現在的台式中文 有很多都是根據以前 在49年前那種的文化 或者香港人去到 都會不會習慣 明明每一隻字都懂 但你所指是什麼 我想這個Fusion正正是 在長家和基督教家庭結合之後 慢慢培養出來的一種風格 到今天的痕跡我們還可以看到 剛剛Simon有提到一件事 就是說長中正在婚後 改訊了基督教 但其實這裡有一個細節位 相信很多研究歷史的人 都會忽略了 就是長中正一開始 他是有妥協的 他跟宋家說我會去看聖經 但是他就是去到婚後兩年 才正式受洗成為基督徒 而宋美玲當時 據說在婚後婚姻的禮物 就送了一本 叫方莫金傳的這本書 他經常去研讀 甚至有他自己的批註在裡面 有些人說笑話 這本書是一本掌版的方莫金傳 他反而是用一些王陽明的 又是他有王陽明的心學 他其實是一個很喜歡王陽明的人 所以為什麼他去到台灣之後 他要把草山改名為陽明山 其實也是這樣解釋 當時他跟宋家人承諾 說他會研習聖經和基督教的教義 但是去到兩年之後 我覺得是有一樣的事件 導致蔣宗正對宗教大為改觀 其他事情就是去到中原大戰 當時其實在中國有一條 東西橫貫的大動物 叫龍海鐵路 或者叫龍海線 其實中央軍一直跟 嚴石山、馮玉祥他們 在這條鐵路線上拉鋸 其實中央方面雖然有資源優勢 但當時六死誰守 尤其是張學良未表態之前 都是一個未定之天 所以宋美玲當時是為了他的夫君 甚至乎要脅財政部的宋子民 即是他的弟弟交出軍費 他正正是因為他的妻子的大 而令到他有一個相當感激感動 令到他最後決定去受使 這是我看完原始文獻的看法 其實當時就算是馮玉祥也是所謂的基督軍佛 他亦都是推銷這個宗教 亦都是整天將軍 加上他的下屬全體士兵 都用一條水口射擊 幫你受使 你側面看到當時中國 那個是百花齊放的境界 很多軍佛有自己的地盤之餘 都會有自己的信仰 再去散發下去 起碼用這個東西鞏固自己的軍心 而馮玉祥也是一個例子 有機會我們都可以看一看 他用這個方式想去合作 晚年他相信了共產主義 另外有些軍佛就信伊斯蘭教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當中 其實蔣介石嚴格來說 他也是一個軍佛 他後來可以統一全國 但其實他所謂統一的期間 其他的軍佛都依然存在 於是他亦都會想一些方式 怎樣可以令到他自己的東西 可以在軍力之外 可以影響到人心 而這個問題 在他信了宗教之前 他都一直有想的 只不過是沒有那麼明顯 去到跟宋家結合了 就似乎找到一個答案 但你說究竟他有多少是真心的信仰 多少是權謀 多少是計算 我們外人明顯都不知道 但看回他晚年的一些著作 或者我們現在看回台灣很多遺跡 即是蔣家俊有很多遺跡 他確實是把這兩者的聖經 以及他的心學 擺得很重 特別是他晚年的時候 知道反攻大陸 基本上無望 但有很多不甘心 他的精神世界就寄託在這裏 我想那時候就反映了他一個真實的想法 嗯 我都幾 以我個人的想法來看 就是我對於那個研究來看 我覺得他某程度上的確是想在政治裡面 滲入那個基督教的教義 也正是為什麼我剛剛提到 在上一節提到 聖誕節是要和這個行憲紀念日是同一日 因為他覺得這個自由民於信仰 是屬於基督教的一個文明開化的一面 所以他希望中國的國民在紀念這個憲法 能夠行憲的同時 而是和西方人一起去慶祝這個聖誕節 但以他個人的經歷裡面 我會覺得他個人的心理上 他真的會相信基督教 因為他是用了兩年的時間去體會 那當然最後是因為一個戰場的局勢 是令到他徹底地去對他的妻子 對他的妻子的信仰是完全去改觀的 所以最後在這個戰後 他就因為已經成為了這個中國實質上的主宰 雖然說當時他有成為國民政府的主席 但後來又下了東西 然後臨心是取而代之 但是他始終是掌握著中國最高的實權 那麼他就在這段時間 就是發起了這個30年代 發起了新生活運動 就是剛剛我們在節目一開始的時候有提及過的 其實新生活運動的長夫人 或者叫做宋美玲 在裡面都是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他是 某程度上來說 新生活運動是一個融合了儒家的思想 和基督教思想 就是希望徹底去改變 當時在晚清 到了以致去文仓 文人 所批評的中國人的那種尋庫 那種漏集 他們希望透過這次的運動去改變 那為什麼要去南昌這個地方 開始打響第一槍呢 正正因為當時南昌有一個南昌暴動 中共就在第一次實行武裝革命 去嘗試推翻政府 當年來說 其實那個叫做綠毒 或者叫做雙毒 幹毒 因為當時他要說的是 中國每一個省都獨立出去 然後加入這個共產運動的大家庭 所以當時的說法就是武裝保衛蘇聯 他正正就是和這種無神論 天不怕地不怕不怕鬥的思想 去做一個分庭抗禮 其實當時那個新生活運動 有很多個元素 是很複雜的一件事 固然是希望 叫中國人提升數字 然後不要隨你吐痰 但同時間 其實蔣介石是非常崇尚德國的紀律 以及執德國的教育 所有事情 當時納粹德國就掌權 而在中國這一邊 一直都是想和德國結盟 甚至去到二戰開始之後 他都沒有放棄過這個念頭 亦都希望德國可以調解中日戰爭 所以在整個方法裏 其實他都是在抄襲那邊的做法 希望有一些統一的思想 可以鍛鍊人心 令大家勇武一些 守己律一些 而前提先由執政自己的文明 做起 但如果他做到第一步 就會做到下面那些 只不過是做得不太成功 那樣的意思